我们要带您关心牙齿保健的议题 国人罹患牙周病比率偏高 而预防牙周病最佳方式就是彻底清洁 最近在牙医界兴起这样子的牙签是刷牙法 大大微笑露出一口好牙就能给人基本好印象 但根据国建署调查 台湾18岁以上成人罹患牙周病的比例偏高 而要能预防或改善出其牙周病的最好方法 就是彻底清洁 嘉义士牙医工会就积极推行特殊的牙签式刷牙法 当你在刷的时候 你就轻轻地把这个刷毛戳进这个牙齿 跟牙齿中间的缝 不同于背式刷牙法 一定要特别使用牙线或牙尖刷等工具来清洁牙缝 牙签式刷牙法就是直接把牙刷刷毛当成牙签 以倾斜的角度把刷毛戳进牙缝里达到清洁效果 机械性刺激它可以促进牙周的再生 可以让刺激牙周的健康跟强壮 牙签式刷牙法除了能把牙齿和牙缝清干净 更能促进牙周增生强壮 日本钢生大学多年研究更证实 对于治疗牙周病有不错的效果 牙刷能够刷到这个牙尖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这种牙签速的刷牙法 可以让这个牙周病大到降低 口腔保健不论大人小孩都得注意 尝试最新刷牙法保护牙齿 从日常生活就能做起 借财寿五加一报道